Viv-1 词曲学书 大家好 我是华信草盘 荣建红维军 那昨天呢 在美国股市人当然在创一个新的高点 那台股呢 突破呢 8840之后呢 那今天虽然说草盘稍微的压毁 但是这个趋势呢 没有改变之下 那整个大盘呢 它还是拉到平盘 之上呢 现在做一个震荡的 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这一波呢 带上来的两大指标 台积电 包括呢 大力光 那台积电呢 现在都哪个位置的在平盘 那大力光呢 今天呢 它呈现一个压回的一个走势 所以在整个大盘呢 今天开始呢 有一些呢 包括像金融股 包括像钢铁股 今天中钢呢 也非常的一个强势 所以在整体 大力光跟台积电呢 这两大指标 它休息之后呢 那当然 有新的一个股票 重新来什么 来围起这个人气 所以以整体一个大盘 目前呢 投资朋友 它还是维持一个 强势的一个整理格局 所以操作呢 你不要呢 去预设立场 多投市场 拉回看秤 你不要呢 去看压力 更何况呢 现在已经连三次呢 来挑战了 8800点以上 所以这等于是说在五波段的一个整理呢 那这个地方也是该有一段落 那我们跟各位讲的 右肩的一个整理 我先向各位 头肩底 复合式的右肩整理 现在已经开始突破 突破颈线的位置 之前跟各位讲 那如果呢 你用等幅的测量来讲的话 我相信呢 你在这个地方 你去看空 或是呢 去放空 这是一个非常不治的 各位 我想上个礼拜 这一根是 英托窝嘛 当时呢 我们跟各位讲 没有各位呢 你想象的那么恐怖 这一天呢 我告诉你 我们在买股票 后来有没有 持续的往上拉 那 来到呢 这一根呢 黑棒换手 我说没有亮 它会先拉回来 头肩底要 那刚好呢 这一天 是不是呢 意大利要共同 上个礼拜 你看有多少 跟你讲 两次黑天鹅 但是黄金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们在买股票 所以呢 我说呢 在现阶段的一个盘势 如果你预设立场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你 你没买股票 没有关系 但是你做错方向 那这个风险呢 还是相当的一个大 那这一路以来 从二月份 到现在 各位 你一路呢 在验证 洪俊隆 我们跟各位所讲的 在整体的一个操作上呢 你要看的是在个股 个股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上个 上个月呢 大概我们送给各位的两档 一档的反假 今天也是持续放 持续的一个 创高的一个表现 我相信各位 对不对 我们送给各位哦 你有来拿的 很清楚 你看从 我们送给各位之后 一路的往上创高 那是不是又创了 新的一个高点 那包括另外一档 那这档 力情 我想过也是从 第一档刚刚上来 那企业之星呢 我们三档股票 其实已经两档 已经大涨 那接下来还有一档 面板股 还没有 还没有涨到 那如果说 同学们这个地方 你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 那 面板股的 友达 青创呢 它拉上来之后呢 哪一档 周边的零组件股 它有机会 有机会 目前还在底部的位置点 你想了解的没有关系 你今天 你先来索取企业之信 相信红军呢 我 每一次呢 我送给你 研究报告 其实我是希望 同学朋友 有钱大家一起赚 但是我不会带你最高 我讲过 我 不管在节目 或是我带会员 都是一样 我就是呢 去找什么 找最有潜力的 而且呢 在整个产业架构呢 它不错之下呢 我们就会找到什么 低级期的 这 个股 我不喜欢带你们追稿 就像说 你看 序物 我们是从一路 从低档一路做上来 即使 每一次压会 我跟你讲 都趋势没有改变嘛 哇 今天呢 是不是又来到 接近高点的位置点 但是在整个量能 走得非常的平顺 所以它还没有结束 我们认为它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说好股票 红轩人 你看我们都在低档 是不是跟各位来做分享 那这个都是之前的 研究报告 也去送给各位的 那 我现在 我 序物呢 我也会带你去追高 那接下来呢 在 生计股里面 哪一档的机会呢 它会追到 我们现在已经锁定一档 那去年 各位 我们也曾经操作过 从160到300块以上 那这一次 又回到160 附近的话 那我想呢 同学们 一档呢 连续两年 都可以赚一个股本 的一个公司呢 那现在又回到 去年 的一个 起站的一个位置点 我相信各位 那个投资价值 那是不是浮现出来 所以我说操作呢 一定要有观念 一定要正确的观念 你才有机会呢 在这个市场里面 能够呢 持续不断的 能够再获利 就像说在 精密工业 一样 像亚德 亚德 我们是从低档一路上来 其实他是创新高压回 创新高压回 那今天压回呢 看到没有 到这个位置点 来 你是要杀 还是要买 你是要杀 还是要买 这股票 终究会有 喷出 那喷出 就是代表 大家在抢金的时候 我想呢 我在低档 你们最悲观 你们最不敢买股票 我带呢 我们会很签订进场 但是等到说来到高档 要怎么卖股票 就是你们在疯狂追的时候 但是这个就夹带说 那或许后面的一个利多呢 然后呢 出来 股价呢 喷出就是我们要卖的 实际店 所以呢 我说呢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你在市场里面 才不会呢 去追高 然后再来杀低 而且呢 你们参加预设立场 因偷欧 我当时跟各位讲过了 不偷欧 怎么看 偷欧又怎么看 那现在各位 你看到 因偷欧之后呢 那我相信呢 如果说 在整个呢 欧元或是英镑贬值的话 那这些资金呢 会不会 来到亚洲来 其实呢 这个 资金呢 一进来台股 我相信在 第三季 之后呢 包括第四季的资金行情呢 它慢慢的可以 为什么 会可以呢 发酵出来 所以这里只是说 在个股 你能不能够在 7月 这个呢 有很多在波段低档 刚刚起涨的一个个股呢 你能够在第一个时间 掌握到的话 那我现在最好 赚了一段 就在第三季到明年第一季 这段时间 投资本 你真的不要 不要放弃 虽然指数涨多 但是很多个股 其实它是刚刚起涨 所以在股票的一个轮涨格局里面 你还是掌握那个节奏 我也希望呢 你不要再错过任何呢 一次的一个布局点 因为很多人会去说 指数 已经涨到8800 很多人在8800 他可能会卖股票 他可能呢 这个地方哦 会去空 会去空 但是各位 已经零三次来8800 我告诉各位 这里你不能再看坏了 而且呢 你要更积极的 趁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赶快来做好什么 做好逢低买股票的 这样一个机会 那买什么 那当然呢 基起低的个股 这些呢 多是呢 各位呢 你能够呢 去做一个选择 就像说 例行从低档上来 我跟各位讲奥运体产 奥运呢 还没有到之前 我跟你讲 任何的要 都是你布局的时机点 那现在是不是 越来越脱离我们的成本呢 这才刚开始 不是结束 才刚刚开始 所以股票才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要组合的一个掌握呢 非常的重要 那各位希望呢 你在五月份也好 六月份也好 你错过呢 跟我们来布局了 那我们七月 我们推出了七月 资新的三堂股票 我希望如果说你现在你手上 弱势或是呢 这个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 没有关系 你今天打通电话 跟我们来做一个联络 把七月资新的拿回去 做一个参考 明天同学再会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